专注地勾织着棉线 仔细维持每个使节大小 这位来自台东张园部落的阿美族族人多美 多年前嫁到金伦村后 就此爱上当地排湾族的羊角沟记忆 为了传承这项文化 多美除了走访部落教学外 今年更是获得圆明会补助 成立了县织屋 不仅提供教学场域 也设有住宿空间 除了传授记忆给年轻族人外 也希望借此吸引社会大众 认识羊角沟之美 在阿美族部落是没有看过 用羊角然后特制把它做成一个钩子 然后把它钩成一个包包 所以每一个包包的做法 它全部都是一个使节 所以在使节的一个状态之下 它又没有办法拉扯 只要中间破了一个洞 它不会牵扯 所以我觉得这个羊角沟这个技术 真的是很特殊 其实在整个从创业一直到 现在工作室成立 其实我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传承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它会失传 因为现在会钩的几乎都是其劳 所以年轻人已经不再碰这样的东西 没有啦 年轻人他没有办法做这个啦 你们会想叫他们学吗 年纪他也说很少 叫他们也说他不要学耶 他不要学 面临文化失传危机 多美除了积极向其老学习外 也和在地学校合作 开办社团授课 希望让文化传承从小扎根 多美表示 由于每个包包支点都是独立使节 却全程纯手工制作 所以每件作品都至少要花上一个月的工时 但往往在修售上 无法与价格成正比 购一个要完成真的是非常的久 有的时候我们像这样勾 一个月可能勾不起来 价值一直到现在不等上 没有办法跟价钱是划上等号 一个月的时间勾这个背包 用1200 1500 客人还会嫌贵 所以我觉得新植物未来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价值 让更多的喜欢羊角勾的客人 让他知道勾这个羊角勾 勾一个使节的时间 它是非常的不容易 由于制作过程繁杂 多美希望透过教学课程 除了传承祖先的古老智慧 也借此让民众了解文化的价值 并期盼献之屋 未来成为部落的一处展授平台 与族人共享这份喜悦 记者ZOOMZOOM 台诺泰马里采访报导